徐晓鑫給大家一個理由 他就說呢 是不是有可能把 榆林的立委丁學忠 誤認成了盧縣一了呢 昨天呢丁學忠在 議場內的時候 他在議場內的時候是戴著口罩的 所以現在呢我們來認臉 大挑戰 請問一下這兩個人 你覺得哪一位是盧縣一呢 昨天呢在 這樣的一陣叫好聲之中呢 結果 出現岔子了 所以我說禮拜五的 禮拜五的院會現在感覺很容易發爐 前面一下子給你搞一個 什麼沒收咨詢權 然後現在呢在給你搞一個 怎麼會爆出帶投票的爭議 這個是靖州寬昨天是搶先報導 說國民黨立委 盧縣一人不在國內 而院會的表決卻爆出了 代案的爭議 從這張圖大家可以看到呢 這個是在昨天早上10點53分左右 然後盧縣一的表決就是那個黃色框框裡面 盧縣一他秀出了紅色 也就是反對民進黨的複議案 好那後來呢 這個部分 盧縣一他人不在立法院 他是到大陸代表台灣的原住民 跟大陸的少數民族來做交流 結果呢怎麼會在 第一案的時候 就出現了反對票呢 所以呢 民進黨這邊當然今天 加班來開記者會 就痛批國民黨立院表決做票啊 那民進黨團也要求韓國瑜必須要徹查 因為民進黨這邊就批評呢 有人是不是假冒盧縣一來領這一張表決卡 同時呢還冒名的按下出席 以及反對來做票 那他們說這個已經叫做一個犯罪行為 好這個是今天民進黨跳出來的 來炮轟國民黨的部分 那麼國民黨這邊也有給出最新的回應 到底是誰帶投票 國民黨呢發出了聲明說 盧縣一確實沒有到院會 那麼這個部分需要由議事處來做出說明 好那我來跟大家先說一下 在議事處說明之前 我們是不是可以先來推敲一下 在背後的原因到底是什麼 可能大家對於我們那個議場內 包含了那個投票的機關 就是表決的那個機關 恐怕大家也都還沒有概念 所以這個部分呢 我們就先來 來看到這個蘇小慧之前有特別發文過 好這個是任會的表決器 那這個表決器的部分 最右邊大家所看到的那一張就是表決卡 那這個表決卡的部分 是議事人員給的 同時也是議事人員插下去的 所以等於說議事人員他要看到人 他才會把卡插進表決器 看到人才會把卡插進表決器 所以民進黨今天在這邊喊說 是不是有人去冒用盧縣一的名字呢 來按下這個表決鍵呢 我先說不可能 等一下來說原因 好那反正這個表決器呢 就是議事人員把那個卡插進去之後 然後出席的這些委員們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左邊 左邊那邊有四個按鈕 白色按鈕是出席 黃色按鈕是棄權 紅色按鈕是反對 綠色按鈕是贊成 然後呢這些立委他們在投票的時候 就是卡插進去 然後呢他們要先按下出席鍵 按完這個出席鍵之後呢 然後再來針對你要選擇棄權反對 還有贊成這個部分再把它給按下去 所以呢這個是立委他們在議場內的一個表決流程 好那我前面提到議事人員要看到你立委本人 他才會把那張表決卡把它給插下去 所以我說民進黨所指控的冒用 我個人覺得不太可能 因為昨天陳金輝 大家也知道陳金輝最後人不在現場嘛 陳金輝昨天人一早還有到那個黨團大會 然後最後有到議場內 但是他因為有一些醫療處置的行為 所以呢就提早離開了議場 但那時候呢就有國民黨的立委來問一下那個議事人員喔 他說欸陳金輝他人也在現場啊 能不能夠把他的議事 能不能夠把他的表決卡把它插上去這樣子 但是議事人員就跟這個立委說不行 因為呢表決卡他要在院長宣布表決的時候 同時人陳金輝人也在現場 他才能夠把這個表決卡發給陳金輝 所以也就是說議事人員他在處理這張表決卡的時候 他們背後的作業程序是非常非常謹慎的 他絕對不是隨便的把這個卡發給別人 他們是非常的謹慎的 因此現在的問題就是說 既然議事人員是看到人才插卡 那昨天到底議事人員看到誰 然後呢把卡插下去 到底看到誰把誰 認成盧獻一了呢 因為其實盧獻一委員 在這裡燃起您擴展全球貿易的雄心 實現您的願景 前進全球最具活力的市場 從此隨時隨地開啟無限可能 渣打銀行 這是第一次的最新的投票 那在第一次投票的時候 果然後面居然就出現了這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背後到底是什麼樣子的原因 今天許曉欣跳出來 許曉欣給大家一個理由 他就說呢 是不是有可能把雲林的立委 丁學忠誤認成了盧獻一了呢 好那這個口說無憑嘛 我把他們兩個的圖結起來 而且他說那個丁學忠是雲林的立委 然後昨天呢丁學忠在議場內的時候 他在議場內的時候是戴著口罩的 所以現在呢我就 我們來認臉大挑戰 請問一下這兩個人 你覺得哪一位是盧獻一呢 你覺得左邊是盧獻一的請幫我加一 你覺得右邊是盧獻一的請幫我加一 我們就來認臉一下 因為現在看起來是不是有可能真的意識人員認錯人了 然後因為昨天丁學忠也戴著口罩 然後你就發現他們兩個戴口罩之後 那個頭髮之間的方向幾乎都是一模一樣的耶 然後你從那個眼神說真的 好像很難能夠把它辨認出來 所以呢我等一下就來看一下那個各位認不認得出盧獻一 還有認不認得出盧獻一 馬雷先喝個水 我來看一下大家的答案 好 陳辛西亞就說哇這真的好像 忍者蛙說根本不認識這個人就直接棄權 被你說很好認 阿一樣說不認得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因為他們這兩個立委在立法院裡頭真的是比較低調一點點 所以我們平常真的也很難去認出他的臉 然後昨天可能又是因為是第一次投票的關係 那意識人第一次發卡或許就把這兩個人直接給認錯了 好那我看到比較很多人都說不認識 我跟他說這幾天盧獻一的名字一跳出來 大家可能都認識了 大家都加一加一的是比較多 但還是有這個立委之間 不是立委還是有這個觀眾選加二 好我們來公佈解答 我們來跳回來那個iPad公佈解答 左邊是盧獻一右邊是丁學聰 然後把這個口罩拿下來 口罩拿下來可能會認得比較清楚 但是兩個人都戴口罩的話 你覺得那個眼神真的都很像 但是有相似度的 好然後所以昨天會不會有可能就是 意識人員認錯人了呢 所以導致後面變成是一連串的骨牌效應 包含網友你們自己都會認錯的 可能就真的意識人員也把他給認錯了 那但是所以這後面的這個骨牌效應怎麼產生的 我們現在只能做猜測 因為意識處人員也沒有給大家做說明嘛 那也就是說呢 這邊合理的推測 意識人員可能看到了丁學忠之後 然後把他誤認成盧獻一 於是呢 看到了丁學忠 然後就把那個盧獻一的卡把他給插進去 然後後來呢大家又發現 丁學忠可能自己發現 奇怪他的卡怎麼沒有被插呢 然後就請這個意識人員 來跟他核對身分之後 再把丁學忠的卡把他給插下去 欸會不會 會不會就是因為這樣子 然後所以就插卡插了兩次 然後呢之後在表決的時候嘛 表決的時候可能大家都投票 然後他們國民黨不也在那邊喊說 啊盧獻一呢盧獻一怎麼不在 那這時候呢可能就有一些國民黨立委 按照自己黨團的意志 來幫這個盧獻一投下這個反對票 把他給投出去 然後之後造成了這後面一連串的一個錯誤 那當然第一輪投票完之後呢 大家也都在找盧獻一 根據他們自己國民黨立委的講法 都在找盧獻一人在哪邊 還有在群組裡面也在標示說 到底人在哪邊 那人在哪邊之後呢 所以後來可能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中間發生什麼事情 那可能就把那個盧獻一的卡拿下來 所以第二輪和第三輪盧獻一這邊 就沒有再繼續的投票下去了 但是再怎麼樣子來說 反正就是只有議事處的人員 還是得出來做說明嘛 所以現在呢 民進黨當然就撿到槍 說呢這個年改覆議案爆出了帶頭 然後吳思瑤呢還在那邊說 哇這個帶頭的鬼 可能就是國民黨內的某人 好這個是吳思瑤特別講出來的 但是我要說真的啦 吳思瑤最沒有資格來評論這件事情 為什麼我會這樣子說 因為吳思瑤過去也是帶頭仔好不好 吳思瑤過去怎麼樣子的帶頭 我們來看看 吳思瑤被拍到過去在立法院表決的時候 一個人按了四個表決鈕耶 然後他就從那個表決意有沒有 從左邊走到右邊一次按了四個表決鈕 然後被大算是什麼牽手觀音的立委 然後吳思瑤他就反駁說 他帶案的這些立委當時都在場 只是不在座位上符合議事規則 所以如果今天吳思瑤你要說 帶案符合議事規則的話 那你今天到底有什麼臉 來去指責國民黨立委這邊 可能有幫忙帶案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你自己都站不住腳啊 你還敢在那邊批評人家帶案 所以這又是什麼樣子的一個雙標 對不對 然後因為可能有時候真的表決按太多 會變成說他們同黨的立委 可能會幫同僚自己按照黨團的意志 來按下那個同意鍵 來按下那個贊成鍵或者是反對鍵 但是這樣的一個帶投票的部分 到底也是不是一種陋習的慣例 這是不是一種陋習呢 我覺得如果要做國會改革的話 帶投票這一件事情 恐怕也得要好好的來整治一下 為什麼馬達要說不在籍投票 不在場投票的始祖 真的不叫如現衣 不在場投票的始祖 根本就是民進黨自己人嘛 過去民進黨的立委陳寅 2020年的時候 在立法院的表決就被抓到 奇怪他人在三立上節目啊 結果呢 怎麼議場內會有投票紀錄呢 所以這是不是也是一種不在場投票 那你們過去陳寅就可以這樣子不在場投票 然後你們今天一直來罵盧仙 也不好好檢討自己人嗎 這是2020年7月16號 立法院當時是進行民進黨團的提案 說監察院的人事案 以吳紀明的投票要來進行表決 陳寅就被抓包人根本不在現場 然後結果還有這個投票的紀錄出來 被質疑就是違法做票 結果他人是在三立上節目的 你們民進黨自己也先搞這個不在場投票出來啊 然後當時呢民進黨團的書記長喔 鍾嘉斌就說 這一回是有人投錯票 他說呢 背後是有民進黨的立委拿錯卡 然後最後拿錯票 所以呢 今天如果綠營你就不分金融造白的要來批評盧憲一 要來批評國民黨 馬德現在就要來問啊 那請問一下過去陳寅這樣子的不在場投票 你們民進黨立委為什麼不好好去罵陳寅 為什麼不好好的罵陳寅呢 為什麼你們不敢罵陳寅是做票 你們不敢罵陳寅是犯罪行為呢 你們為什麼不敢罵自家人 而且呢這個有人投錯票 這個投錯票的人是誰 是他們綠營的自家人啊 所以你們民進黨為什麼你們不敢去罵那個綠營的自家人 說你們為什麼敢冒用陳寅的名字來領這個表決卡 然後你還冒名幫他帶投票 你這都不敢講出來啊 所以又是一個雙標 綠能你不能嘛 民進黨立委自己可以這樣子 來進行不在場投票 那國民黨立委被抓包之後 他就開始一直來炮轟這個盧憲 為什麼你也可以這樣子不在場的投票 所以再一次的綠能你不能嘛 好那最後呢 當時的立法院是回應喔 陳寅是因為 綠尾張宏露他們自家人喔 張宏露拿到陳寅的表決卡 誤差到自己的座位 所以呢才會得到陳寅人居然有在異常的 這樣的一個表決結果 所以那時候的狀況是 張宏露拿到陳寅的卡啦 那就是誤拿這一張卡啊 然後你們 你們當時就沒有在炮轟陳寅 是全黨可能在保護陳寅 然後現在你們全黨在轟爐獻衣 所以每次我們音樂都是這樣 一隻手指著別人 然後四隻手都指著自己啦 綠能你不能就是這個樣子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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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